林云如打球有待提升的空间和技术 一、林云如打球很温柔,但力量有待加强和提高 正反手为中台的相持能力有待提升 二、正手进攻的爆发力非超一流的水平 林云如使用超级张机科底板正手T05H和反手D05胶皮 蝴蝶ZLC超级叹速底板的力量非凡 稳定性和一致性超强,但天花板效应显而易见 蝴蝶内能海绵和胶皮也为他打球提供了足够的力量 即便如此他正手爆充能力也无法和中国超一流选手马龙 樊振东和许欣等相提并论和媲美 三、进网球的对摆技术不够严密,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说心理话,他使用的超级ZLC张机科底板和蝴蝶的内能胶皮 要想摆出高水平的经济的短球,也确实很为难 林云如正手为白短容易冒高,被对手发球抢攻正手暴冲得分 四、正手爆发力的局限也限制了他重远台正手反拉弧圈球的能力 林云如优美的反手V自行进攻开始 然而最终却在中远台的对拉相持中失误而丢分 同样的一个球,林云如发球抢攻后,在前五板相持中占据一定的优势 然而接下来,在后面的中远台相持中处于下方而丢分 五、快速移动当中中间位的防守是他的薄弱环节 容易让他失去平衡,无法找到合适的站位回球 马龙战胜林云如纪战术总的指导思想 一、快速攻击林云如的中间位 二、中间位的快速白短以寻找机会进攻 三、一击中远台对拉打相持球 以下从发球、接发球、发球抢攻和相持球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解析 一、发球环节 一、发球到林云如的正手位进往短球或正手位小三角球 直接得分 二、突击发中线底线长球 然后打相持正手反拉得分 二、接发球环节 一、快摆进往中间短球 四击暴跳得分 接发球快摆短中间 然后正手侧身暴冲直线得分 二、马龙接发球 侧身快拉直线到林云如的反守位直接得分 三、马龙反手接发球突击林云如的正手中间位得分 三、发球抢攻环节 一、马龙发球到林云如的正手小三角下旋球 林云如反手侧身位快拧斜线 马龙侧身反拉暴冲中间位直接得分 二、马龙发球到林云如的正手小三角后抢攻 连续攻击林云如的中间位得分 三、马龙发球到林云如的正手小三角后 林云如正手挥摆质量不高 马龙趴在台子上暴冲得分 四、相持球环节 一、突击发中线底线长球 然后打相持 二、接发球后连续摆短对摆得分 三、马龙发球抢攻后 正手连续攻击林云如的中间位得分 四、多板的中线相持中 马龙最后正手反拉林云如的正手中间位 击穿林云如的中间得分 这一场球马龙打得技战术清晰 状态极佳 反应和奔跑能力都发挥出了较高的水平 反观冷静肃然的冷面杀手 林云如却发挥得平淡无奇 反手揭发球抢攻和中间位屡屡失误 以三比零败下阵来 马龙的胜利可未报了2018年 马来西亚T2和2019年 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中惨败的两剑之仇 我们期待明年东京奥运会上 林云如能够速杀强敌 上演与中国运动员的巅峰对决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按小铃铛和转发分享 谢谢收看 藏敖乒乒乓球俱乐部 赏支持明镜与点 contentimming 感谢观看